生活中往往充斥着尔虞我诈 职场里就更不用说了 有真心带你的人 即使你连一个瓶盖都打不开 他都会帮你 但同样也有嫉妒你比他优秀 偷偷在背后搞小动作的人 律所又来了新的案子 领导安排英语跟全律师一同接手 然而全律师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英语 当英语找到他的时候 他却说自己忘记了 而且还拿了一堆文件让他先预洗一下 还没等他来得及看客户已经到来 甚至还打断了英语的自我介绍 根本不给他表现的机会 完全表现出这个案子是由他主导的感觉 全律师是拼命地跟客户套近乎 让客户完全忘记了英语的存在 只有俊昊无时无刻地把心思放在了英语的身上 他们开发出了一款新型的自动取款机 然而却有另一家公司的产品跟他们的几乎一样 所以他想要起诉对方抄袭了他们的产品 他认为这项技术是他们首先研发出来的 对方完全是复制了他们的产品 他们也申请了专利只是还没审核下来 事情也叙述完了 但英语却还一头雾水 主管对他今天的表现也非常失望 责怪他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资料 然而这一切都是全律师的计谋 他认为自己跟英语也算是竞争对手 他并不想把自己拿到的资料与英语分享 很快便到了第一次开庭 对方律师提出了这项技术 在一个博览会上就被公开分享 而两家公司都是参考这个技术做出来的产品而已 就好比安卓系统的底层协议是开源公开的 有能力和条件的就可以生产手机 但英语他们的委托人并不承认他们公司去参加了这个博览会 声称这个产品完全是他们独立自主研发的 而对方则提出 早在他们之前就有第三方公司做出来的一样的产品 只是现在倒闭了而已 他们两家公司都是参考别人的技术 根本不存在谁抄袭谁 但第三方公司现在也没有存留下来产品 谁都不能证明自己就是第一个开发出来的 所以只能暂时休停 但英语却产生了怀疑 他不认为委托人的产品就是自主研发的 但是英语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便犯了律师的大忌 他怎么能主动提出怀疑自己的客户呢 全律师则是跟他完全不一样 他认为顾客至上只要打赢官司就行了 他们没有权利去质疑客户 为了寻找心中的答案 怎样去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 英语又找到了他的闺蜜格拉米 朋友想用而试玩的黑白配给他一些感觉 但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方法 让他通过看对方的眼神来分辨 但对自闭症人士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 让他盯着对方的眉心看 如果他撒谎的话就会冒汗就会有很多微动作 可他眼睛都快看酸了也没看出个所以然 随后朋友提出做一个实验试试 他提出问题让英语回答 然而这句话竟把他问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此时俊昊正和全律师在打篮球 全律师接到电话 因为这个案件是他和英语一起处理的 所以为了让自己突出 他在电话中不停地说着英语的坏话 可以旁的俊昊听到却不干了 电话挂断后他们继续玩 俊昊每次进攻的时候都使劲地撞他 撞不过眼了就直接给他推倒 全律师感觉明显的敌意 抱怨俊昊要好好打球宫廷竞争了 第二天俊昊带着他去见委托方 在路上他对英语说 人身上最诚实的是腿和手 因为离脑袋的距离越远就越难控制 就算表情控制得好 腿抖和手出汗也是没法控制的 他们会表现出想尽快逃离此地 所以手会不停地搓大腿 这些都是说谎的迹象 并让他自然地去对话相信自己的直觉 可是自闭症人士哪有直觉可言 他们不会说谎也很容易被骗 对于英语 通常来说大家都活在自己和别人构成的世界里 而自闭症人士却更习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当有人想欺骗自己时 虽然脑袋可以暂时地理解 但这种事情他总会忘记 所以不想被骗就要时时刻刻努力地警觉才行 俊昊看着英语听着他的这些心里话 让喜欢英语的俊昊更想去保护眼前的人 达到委托方公司后 俊昊想让英语先用自己试试测谎 英语随即拿出小锤子 沉默了片刻后对着俊昊说 心中的秘密被英语说出来 这让俊昊有点措手不及 他赶紧转移话题这才缓解了尴尬 但看到对方后俩人却傻眼了 他的脚和手还有眉心竟然全都受伤了 得知是来询问产品研发问题 便带他们去找了负责人 男人听说对方是律师 从刚一坐下就开始紧张 英语死死地盯着对方 一边询问一边看对方的反应 对方紧张到开始挠鼻子 这让英语想起匹诺曹的故事 这时权律师给部长打来电话 因为他已经通过寻找 得知最初的那个产品肯定无法再找到 英语听后 为了能让案件顺利结束 他告诉男人如果他能出庭作证 将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接着不情愿地对他说 因为案件的特殊性 他这个证人即使不说出事情 对他本人也不会有任何惩罚 男人听后松了一口气 英语告诉他不要做出各种小动作 因为在庭上会让别人认为 是在说谎而紧张的行为 英语本不想说出这些 但为了委托方的权益 他不得不这样做 而他内心的煎熬也只有俊浩能懂 果然在这次开庭的时候 因为心里有了抵男人的表演 非常的出色 甚至让知道真相的部长 都差点流下眼泪 英语回到作为郑律师 还对他表示祝贺 可全律师竟当着英语的面 把功劳全都放到了自己身上 案件结束后 黄部长给英语送来礼物 还自作主张地帮他把律师刚领取下 并把这个向日葵挂上去 要不是同事来送东西 他还在这里贫呢 送来的物品中 有一封被告方给他的信件 他赶紧拿着跑去找郑律师 可却发现他不在 于是他又去找全律师 并把信件交给他看 原来是对方的代表 写给英语的心里话 黄部长是为了想垄断这个行业 所以才会对他们提出诉讼 两家公司的产品 肯定都是按照开源的公开的图纸制作的 因为败诉的原因 他们的产品被禁止销售 目前工厂正面临着倒闭 看完信权律师只是笑了笑 可英语却无比的难受 他想让黄部长看看心 并说服他给对方留个活路 可权律师却把他如何 交证人在庭上发挥的事情 一一说了出来 权律师的话让英语无言以对 他失魂落魄地走回办公室 把这封信放进了抽屉中 几日后对方终于找到 两家之前生产的那台产品 并要求法官一起来现场验证 经过多方位的研究 虽然证明了两家产品是一模一样 明显黄部长主张的专利都是虚假的 可一切都已经晚了 因为黄部长在诉讼胜利期间 已经把自己的产品全部卖出去了 并且和银行签订了长期合同 所以即使判决失效对方 也没有任何机会了 这才是黄部长真正的计划 再看远处头发 已经花白身体瘦小的那个老头 那个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的老头 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感染着英语 他红了眼眶却毫无办法 他找到俊浩 跟他不断地说着当时去见证人的场景 证人所有的行为当时都说明了他在说谎 可他明明知道却还是在装傻 他欺骗了自己是因为他太想赢 英语对自己很失望 他回到办公室后 拿出对方给他写的那封信 把墙上的向日葵摘了下来 他把那封信贴在了墙上 想用词警示自己 不要做一名对真相事而不见一心 只想胜诉的律师 而是要做一名会让真相大白的优秀律师 画面一转来到了泰山律所 一个男人走来与太守美代表见面 因为他是下一届法务部长的候选人 男人是来拿走审核资料的 可临走的时候男人却问了他一个问题 说他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秘密 那就是未婚生子的传闻 而这有可能会成为竞选成败的关键因素 女人却说这是无稽之谈 脸上微妙的变化我觉得他在说谎 一些女人的努力 是可与我 我们有关键因素 一创图的人 是